大家好,我是小胖,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212年武神团的一个半决赛,观点方曲谷孔庙,对面生日快乐 曲谷这边上了一个五宝灵,女儿盘斯武装化身,咒识不驮一把鸟阵,对面选择上了一个四宝一 女儿武装化身,第五再加三嫂大桃 开了一把风阵,也是大客观点方鸟阵10%,可以说生日快乐啊,不管是在阵容还是阵法方面 都是顽客曲谷孔庙 四宝一克国标,四宝一克这个五宝灵嘛,大家都知道啊 对面呢,现在11层的剑叶,6层的诸天干户 有这样令起 有这样令起 状态还不错的,应该扫过来的话,效果应该还行的 药品方面的话 观点方药品没怎么消耗,宝宝方面41回合,还有一半的宝宝也还行 宝宝药品方面都还凑合啊 对面宝宝损失的不多啊,因为五宝灵本身没什么轻宝的能力,所以对面宝宝消耗也不大 但是腰品方面消耗稍微大一些 你不要看对面好像每个人还有十几个腰呢啊 但实际上你要知道观点方他是有一个盘斯在的 哪去了啊,这盘斯在这儿呢啊 观点方盘斯手里没灵源 四十二回合也是得到过五点灵源吧 观点方五点灵源也都没了,那基本上是禁药都送给对面 五点灵源能进十五个药 能进十五个药,所以你你在对面的药品上再减十五个吧 再招,哎,直接上了一个地厅,对面大疼触发青蛇啊 咱们看一下对面这波的一个伤害 这种阵法都大可 开刀 便防御了 三美真火 烧一烧 加个蓝 便防御,必来打的会疼一些 鸟儿村,在控盘斯也没有空中 观点方继续补宝宝 效力藏刀 摇灵的 再摇 防法无边加上 管兆万象 因为这一连 生日快乐我记得没错的话,他第九个号带的是天机城 所以生日快乐那边他也是没有这个啥的啊 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 四宝一类似于花骨山 林波城之类的 是没有这些东西 取斧第九个号带的是九黎城啊 在小祖赛以及淘汰赛前边也是见过了这个九黎城的威力了啊 一顿消消消 威力还是很强的 可是现在取斧没短板你知道吧 一把侵蚀 以前取斧说212他不厉害 取斧是不会玩这个四宝一和212 九黎城弥补了取斧的这么一个 缺陷 取斧的五宝灵和国标一直打的都不错的 这两个阵容都不错的 取斧一直短板就四宝一 212之类的 但现在九黎城确实给了取斧一个很大的助力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福气都没带九黎城的情况下 取斧已经用了三个月了 从一月份的五十堂明星赛就开始啊 一直到现在 也就取斧这么一个豪门带着九黎城 其他都不带了 因为取斧太需要他了 对面没加往两吗 大头血线不够便宜一下 看看能不能飘一把漫天 难道对面感觉自己的伤害还不够吗 四宝身香再控 笑礼 再来把五魂敌火 爆一下 紧简箍招套上 哎 漫天飘出来了 伤害也是进一步提升 看这个样子对面大疼一会还得死 倒地以后对面 地府补一把保两追魂 那这个伤害不就更好了吗 更到位了 现在对面风隙方面也是占据着一波优势 等这一波解开两个风险 对面女儿有一所 慢慢的再套你吧 大疼这边是有五点零元的 地府这边是有三点零元 看看对面啥时候能找机会点一手吧 总得点啊 四宝一 其实也得点啥 前期就是积攒一个你保的那个人 不管是花骨山林波还是三嫂大疼 对吧 前期就是你一个原始积累的过程 刚把这个原始积累做够了以后 其实后期就是靠地府 你去点人 拉起大疼 王良追魂 这回补上大疼那边 又是一把闷天 打着大疼都两把闷天 有大客有王良 有这样令旗 有风阵的大客 就这一波状态 数下来 还有六层的诸天看护 你不能把这个王 还有六层的诸天看护 大家可以这样令起 大家可以分析一下 对面这个状态 是真的高 如果这个大疼还缺伤害了 玩蛋 还这么玩 扫一扫 试一试 先把上线恢复一下 思雨神香 再控弹斯 我让你给禁聊 无魂再扔给 观众皇室丢了一把脏气 无魂丢给了咒诗 主要是观众皇室 比对面大同快 这让对面很难受 这回没给进聊 但武装把化身四套了 你这口血还是活不出来 这大疼扫不出来啊 化身四一把里面推 没有小四海了 只推到一个一千九 把红孩换掉 反问下没人中 姐妹同心再抽 清风望月 管于令 现在又该对面受委屈了 给观众皇室封了一大堆 现在就看对战方的那个啥 五龙丹够不够用 大藏一把青石 终于可以扫一下 风火狼烟 再加一波伤害 岁月强控 尽量给上对面 现在还想着加一把灯呢 武装管的灯还想起 请那小桑挂中 魔镜加上 犯天鹿 翻天鹿 尖过去 开刀五千 伤害很凶残啊 神佑了 再来个七千 宝宝跟不上 宝宝没为力啊 点不死呀 这个情况 163 砸钱 继续163 人卡大金 见面同心再抽 武装把灯补起来 没问题 这一波也算是扛下来了 队长方要直接逆境 逆境成功 一个武装 但解一堆的封印 还能把颈部咒 和静疗解掉啊 这一波对面转翻了 但是对面每一回合 都在吃腰啊 对面腰顶不住了 那观察方的腰 五十回合 五十回合 以取抚这个药量啊 我可以说 他基本跟没吃 一样 你这五十回合的 你看看 这每个人 还有这么一大堆药 这也就是因为 前期你三嫂大藏 是一个原始积累的过程 给不到观察方 太多的压力 所以观察方的腰皮 消耗他就不大 踩一踩 下连藏刀 下连藏刀 这是比刀 应该不 interven 爹 爹 보� mould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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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祖龙丹 有点吃不消了 别的应该还好 这古龙丹是重点 才干净 风天气 解枯咕咕的也比较的疼 诅咒之伤对面 这波响的也关着风盘斯了 那就看小索嘛 就看一手小索 换地厅 再换地厅 小 电动物形给躲掉了 不过化身似有精气 躲不躲得掉也就无所谓了 诅咒之伤再换一手 对面这个样子肯定是要上巨剑了 上巨剑 斩掉 插一丢丢 建设地厅还没飞 得了 这波巨剑也认了 也没杀了个人 关键方三个地厅给你换出来 取护以后 进入了他比较熟悉的一个节奏 地厅节奏 先把最佳房的四号位 这应该是个高速高点 先处理掉 神佑 阵阳令奇 阵阶金生 重点在一号位 再加一把战敌 大头选择的平A 关照 玩笑 直接压大头 得了 这 这一万多一万多的 四轮车啊 就普普通通一个四轮车 直接给对面干费了 再换地厅 偷龙转凤 再给化身色 这就剩下个化身色了 哎呦 这玩意儿 哎呦 这这这这 曲伏 啊 你这个曲伏 他这个人吧 你跟这就这个样子啊 动不动五个地厅 动不动五个地厅 你在他的比赛里 这种场面啊 也是见怪不怪 得了 啊 最终曲伏也是倒反天高 在被对面四宝一 以及阵容阵法 都抓到的情况下 把神快乐又给退出去了 啊 那曲伏的话 又是顺利的进入了最后的总决散 曲伏现在就是这样啊 他国标能打别人的五宝灵 他的五宝灵能打别人的四宝一 他的212又能打别人的国标 啊 就感觉咱们之前说的那套 石头剪刀布的理论啊 在曲伏身上 他没效果呀 他都是反着来的啊 倒反天高 嗯 其实说白了 第一个就只会厉害啊 当然最最最最最主要的肯定是老板 他舍在根源上 宝宝 装备啊 这是现在孟芳秀顶尖PK的一个根啊 地基 这个才是真的 有了这个地基 再说阵容针法的克制吧 角色确实 强啊 又进决赛了 又进决赛了 拜拜